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不满遭到了媒体人周玉寇点名 说他曾经捐了三亿元的政治献金 于是提告求偿 而台北地方法院昨天是传唤了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出庭作证 柯文哲公称三亿男就是郭台铭 而且他也是听民进党立院总招柯建明说郭董有捐了三亿元 不过柯建明随后是举行了记者会来澄清 表示当时告诉柯文哲郭台铭的三亿元 是捐给台北市政府的上海世博台北管案 今年一月柯文哲接受媒体访问 透露竞选期间有企业家捐赠三亿元给他的对手连胜文 周玉寇点名郭台铭就是那位三亿男 郭台铭于是控告周玉寇妨碍名誉 43号台北地院传柯文哲以证人身份出庭 柯文哲公称企业家就是郭台铭 因为当时他透过民进党立院总招 柯建明想寻求郭台铭支持 后来柯建明告诉他 郭台铭已经捐款支持连阵营 柯文哲还公称 他事后确实在上周玉寇节目 私下聊天时告诉周玉寇这件事 郭台铭的律师询问柯文哲 是否有进一步求证 柯文哲表示没有 整个停讯短短12分钟 柯文哲离开北院时 没有回答媒体提问 周玉寇则是强调 柯文哲的证词 证明他的说法是有合理查证的 柯市长所说的这个人叫郭台铭 这个是报导的 这个合理来源的消息查证 至于那个是不是事实 那个是郭台铭自己的事 由于郭台铭的律师要求传唤 柯文哲及柯建民对职 周玉寇则是要求法官 传唤郭台铭出庭 法院最后才是 28号将传唤柯建民作证 柯建民随即开记者会 强调他当时告知柯文哲的 郭台铭的三议员 是捐给北市府上海市博台北管案 柯建民强调他28号愿意出庭 会如实陈述 也希望柯文哲郭台铭及周玉寇 都能放下 郭台铭撤告 周玉寇别再讲这件事 不要再继续对立了 记者陈嘉欣 张芷霞 陈博玉台北报道